花莲縣老人會22號舉辦111年度 重陽節表揚資深模範老人 即活力健康體制能講座活動 精彩豐富的課程和帶動唱 讓長者們樂開懷 在韻律老師的帶動唱之下 花莲縣的長者們一起來動一動來樂開懷 為了提前慶祝重陽節的活動 花莲縣老人會22號舉辦110年度 重陽節表揚資深模範老人 即健康活力體制能健康講座活動 來自市區的長者們大家取居一堂來歡慶 大家可以說是開開心心的伸展自己的筋骨 快快樂的來唱歌跳舞 我們今天是舉辦的這個重陽節 就是要讓老人家能夠健康 然後快樂 然後長命百歲 我們準備了一些帶動唱 還有這個打擊樂隊的表演 還有我們的那個太極節的表演 所以這次我們的活動 就是盡量是要讓老人家能夠高高興興 能夠快快樂樂的過重陽節 也感謝我們花蓮縣政府 還有花蓮市公所的支援 他們時常都會補助我們 非常的感謝上級長官對我們的關愛 花蓮縣老人會理事長高明欣表示 老人會都會安排豐富和活潑的課程 就是要讓長者們出來走一走 大家一起來互動 緊接著也安排健康講座和表演活動 同時也預祝大家重陽節快樂 記得追蹤花蓮縣老人